绿营场上有着像杨文杰这样追逐自己梦想的球员 那同样呢 对于正处于低谷中的天机女排来说啊 也需要年轻球员快速成长 通过努力打拼出一个未来 始终是以姚迪为代表的年轻小将们的不懈追求 那刚刚过去的金辽之战 无疑是天机女排迈向八强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这不光是一雪客场0比3不敌辽宁的前耻 更为实际的 还意味着天机女排可以多带着三分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 当我们再次复盘金辽之战时就会发现 比赛中大轮换带来的胜利 其实对于二船位置上的姚迪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一场比赛打下来 姚迪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而天机队今后势必还会在阵容轮换上做更多的文章 这对姚迪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 除了竞技层面的比拼外 金辽之战两位国子豪二船的比拼也堪称亮点 一边是与颜依配合默契的丁霞 一边则是还在与复工找感觉的姚迪 生活中的好友在赛场上相逢 他们的指尖的比拼影响的是比赛的走势 而正场比赛的进程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身背着首回合失利的包袱 姚迪一上来的状态并不稳定 其实今天一上来主要自己还是比较紧吧 可能因为上一场0比3失利的原因 就是自己心态还是没有放开 不稳定 这是年轻队员在比赛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尤其这个赛季 拼机女排没有安排替补二船 无形中姚迪承受的压力 要比其他二船又重了不少 如何让球队的进攻威力最大限度的发挥 这是姚迪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主要在场上还是不敢去想那些什么 比如说这场要赢啊或者是输啊 还是尽力一分一分去打 把胜负这一点想通了 给自己施加的多余的压力也就减轻了不少 这一点从姚迪在比赛中的表现 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全场比赛身为二船的他 单篮网就拿到了7分 这一数据与比他高出10厘米的 辽宁队主要篮网人严宁持平 当然除了在防守端有出色的发挥外 在球队进攻组织方面 姚迪的进步也是非常明显 尤其他与张晓婷的配合 通过战术上的细微改变 也收到了不错的实战效果 因为对方中间还是比较高吧 然后我们要复工打后面也是比较得力 因为他们主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 今天也是跟姚迪配了一些像背错一样的战术 然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吧 作为天津女排二船位置上的独生女 姚迪的调整赛季至今都处在践行时 李莹在主攻接应两个位置上的来回转变 因那的及时回归 外援的火线加盟 王家敏王宁的轮流上场 这都要求姚迪去不断的适应 而随着保全之道手里能打的牌越来越多 像金辽之战这样场上人员大轮换的情况 在后面的比赛中成为一种常态 因为换人比较多 自由人啊 包括主攻接应 这样对我们后面的比赛有利吧 起码这样算是有两个阵容可以去打 那必须得让你时刻表示警察 因为不同的人上来可能点都不一样 对 但是还好 主要还是自己这方面纯球稳一点 一场金辽之战打下来 姚迪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与格网相对的丁霞也是各善胜场 这对于正处在低谷期的天津米派来说 无疑是利好消息 毕竟在实力有所下降的新赛季 球队势必还会在阵容轮换上做更多文章 这样看来对姚迪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 毕竟跟赢姐之前配合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外援基本上就是高点一点 所以时间转换还不是比较复杂 当时心态还是想好这个球到位了去分配哪一点吧 然后也是那一轮遗传卡的比较严重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还是要大胆组织一下 天使体记者王银川 虚名池 赵南辉 史天维报道